建文元年7月燕王朱棣突袭北平九门控制了城内驻军 随后朱棣以朝乌正臣为名起兵进来 皇室内战全面爆发 朱棣起兵后连克通筑居庸关怀来等地 收编士族两犯救绝 得到消息的朱允文也不含糊 立刻下至飞雕朱棣的燕王头衔 发兵13万北上平派 但经过洪武后期对宫勋集团的大清洗 明廷手中能用的将领并不多 所以朱允文只能让本处二姓的老将耿炳文上阵 这位擅长防守的老将一到河北就展开军队组织防守 企图凭借朝廷的综合实力耗死燕军 甚至自己与朝廷实力不对等的朱棣不敢坐以待毙 不断发起军事骚扰 企图逼耿炳文与自己决战 但耿炳文始终稳如泰山不与燕军邀战 直到8月15日燕军发动偷袭 给明军造成了极大损失后 耿炳文才下令出击 结果在胡陀河一带被朱棣击败 不过作为正统皇帝的朱允文坐拥天下占尽优势 以两场失败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依托如此强大的后方 耿炳文调整策略在河北真定重建了防线 如此一来 朱棣在之前取得的所有胜利变成了无用功 之后燕军对耿炳文的防线无可奈何 只得退回背平 但对于朝廷来说 如此巨大的优势怎么能采取守势 所以朱允文决定换将 给朱棣来个飞龙骑脸 可此时明朝的将领正是清皇不洁之际 偌大的朝廷竟选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最终朱允文采纳黄子城的意见 拜二代将军李景龙为大将军 领兵五十万北上法盐 同时朱棣也没嫌着 他亲自率军北上夺取宁王的兵权 听说朱棣北上大宁的李景龙 迅速调集军队攻打北平 当时李景龙觉得朱棣已经带走了印军主力 此时的北平就是个熟透的柿子 自己摘下来就行了 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 守城的朱高赤不仅不投降 还挡住了明军的进攻 但明军的实力毕竟雄厚 在连续的冲击下北平城渐渐不知 明军大将曲能几乎就要攻入张掩门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害怕曲能立功的李景龙竟突然下令停止进攻 错过了拿下北平的大后时机 11月初朱棣由大宁回师 李景龙在拦截失败后剩下大军逃跑 致使朝廷的大量自重和粮草落入了朱棣手中 北平之战也变成了监军对明军的单方面屠杀 但此时的朱棣却根本无法南下 因为辽东的吴高正虎视眈眈 只要朱棣身住南方 吴高就会偷他老家 于是朱棣在击退李景龙后 只能在挥师辽东 可聚首辽东的吴高虽非大财 却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他虽然无法击败燕军 但也不会让燕军占刀便宜 在吴高出色的周旋下 李景龙所不得以喘息 重新在河北建立了防线 可就在此时 南京城里居然传起了吴高 要与燕王勾结的谣言 这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朱棣的反监计 可朱远文偏偏就相信了这个谣言 将吴高调回了内地 而信上任的将领杨文有勇无谋 根本无法给燕军造成实质威胁 于是朱棣得以从辽东脱身 跑到河北与李景龙展开厮杀 面对燕军南下 李景龙根本不是对手 拖有兵力优势而不能攻守 被朱棣打得节节败退 到建文二年五月份 李景龙在济南城下被燕军击败 打光了朱远文给他的所有资本 建文二年五月 在击败李景龙后 朱棣开始对济南发起攻坚 守城的铁炫使出炸响剂 企图诱骗朱棣进城 但当朱棣走到城门口时 预知的门板掉下来的时间略早了一些 没能困住朱棣 被激怒的朱棣玄机下令 用大炮红尘 铁炫便令人在城墙上悬挂朱元杖的排位 朱棣建桩只能停止炮击 就在燕军忙着和铁炫缠斗之际 明军将领平安收拢溃足 袭击了燕军的后方 朱棣被迫下令撤退 铁炫和盛庸建桩率军冲出济南城大败燕军 消息传回南京 朱颖文大喜国王 升铁炫为兵部尚书 封盛庸为历城侯平安将军 10月朱棣再次南下 绕开铁炫的济南防线直扑济宁 铁炫和盛庸得到消息后 立刻带大军支援 之后双方在东昌爆发激战 燕军逐渐不知 朱棣大败而归 至此明军将领青皇不接的局面开始好转 逐渐能够在战场上与燕军对阵 铁炫、盛庸、吴杰、平安、徐辉祖等一批人才开始展露头角 但就在局势好转之际 朱颖文对李景龙的宽恕 却重挫了明军的战斗意志 李景龙在前线大败的消息传回京士后 他的推荐人黄子成请求皇帝军阀处置 但一直听从黄子成建议的朱颖文 竟然破天荒地放过了李景龙 而朱颖文不知道的是 他的仁慈严重影响了明军将领的心态 在这场原本就属于皇家内斗的战争中 大家本来就是因为你们朱家人内讧而拼杀 无论谁赢天下都是姓朱 现在打了败仗的人又不用死 那谁还会去拼命 所以在此之后 虽然明军将领有机会打败朱帝 却总是显得不怎么尽心尽力 东昌之战后 明军和燕军展开拉锯 陷入了谁进攻谁就吃亏的状态 但明军背后有朝廷有皇帝 可谓是家大业大 再继续耗下去 燕军非得饿死拉倒 所以朱颖只能硬着头皮南下作战 建文三年二月 朱颖南下保定 圣庸听说后主动被上 在甲河一带构筑防线 三月双方开始交战 朱颖亲自指挥大军发起冲击 但明军防线牢不可破 双方打得筋疲力尽 可就在燕军准备受兵时 突然狂风大作 一时间尘头飞扬漫天蔽日 吹得明军无法作战 朱颖抓住机会 一局击穿明军防线 斩首数万 圣庸被击败后 助手真定的平安和吴杰 主动出击迎战燕军 当年顺三月 双方在胡陀河展开旧战 明军越战越勇 燕军渐渐不止 可就在此时 狂风再次大作 吹得明军无法作战 燕军趁势反击 斩首六万 在老驴看来 明军在这两场作战中的失败 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虽然北方多风杀 可两次大风 为什么都是朝着明军不力的方向吹 如果说这样的天气状况 无法相信的话 就只能说明明军将士 没有认真作战 这一切的说辞 都是在糊弄朝廷 因为当时的战场上 不仅有奇怪的大风 还有被射成刺猬的朱棣帅棋 和完好无损的朱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可能是源自于朱颖文的一道圣旨 这道圣旨的具体内容 我们不得而知 但在明史成祖本记中 却有这样一段记载 朱将以天子有诏 巫师父杀书父明 老驴认为 朱颖文的这道圣旨 应当是存在的 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释 明军在面对朱棣本人时 为什么不敢发意识 在老驴看来 朱颖文的这番操作 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明军的战斗意志 再加上此前 朱颖文对李景龙 这个败将的宽恕 朱棣在战场上几乎成了金光护体的男主角 毕竟对明军将领来说 打了败仗并不会死 但杀了朱棣 可是要朱九族的 这样微妙的心理变化 成为了促成燕王朱棣 在战争焦灼时 能够取胜的关键因素 河北明军连续战白的消息 传回南京后 朱颖文害怕 燕军继续南下 便命令刘东的杨文 袭击朱棣的后方 但有勇无谋的杨文 并没有此前的吴高尘文 在他的指挥下 辽东明军险些全军覆没 但对朱棣来说 虽然取得了如此多的胜利 却也已是心力交瘁 自己打了三年仗 不过还是窝在北平 永平保定三富 明军败一次 援军就多一次 这猴年满月是个头 于是他开始调整策略 打算绕开圣庸平安 这些难缠的将领 直扑南京 找朱颖文算账 简文四年正月 朱棣清朝而出 从北平出发 大军一路向南 三月抵达徐州 眼看燕军要直接来找自己算账 朱颖文瞬间慌了神 竟将河北河南山东的明军 全部拦掉 并让徐晖族北上支援 其实当时的燕军 孤军深入 后勤保障严重不足 只要徐晖族北上平成坚守 朱棣就很难成功 这时候再让圣庸等人 合力攻取北平 那朱棣就会变成无根之木 但朱颖文毕竟还是太年轻 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去赌 而他的雀诺 也最终埋葬了自己的江山 燕军抵达徐州后 一面攻城 一面射服 等着明军南下 三月 尾随而至的圣庸和平安 接连遭到燕军伏击 被迫向西退却 不过朱棣还是低估了 明军的战斗力 平安和圣庸 在安徽重新组织病例 与燕军在林比一带展开大战 之后 徐晖族带领的援军抵达 几乎翻转了战局 一时间 燕军损失惨重 军心患散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朱允文却再次救了朱棣 自以为战局气温的朱允文 以朝中不能无大将的名义 调走了徐晖族所部 使朱棣有了喘息之际 而随着前线明军力量的减弱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燕军倾斜 徐晖族走后 朱棣切断明军的梁道 使其进退失聚 4月 朱棣大破平安所部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明军将领 大量被俘 此战后 禁难之役 大势敌定 朱允文无力回天 5月 圣庸的淮河防线也被燕军击传 6月3日 朱棣一路向南一马长江 兵力不足的南京朝廷 根本无法组织 有效抵抗 建文4年6月13日 燕军抵达南京金川门前 被朱允文寄予厚望的 李景宏县城投降 打明朝的建文 永远停留在了建文4年 回顾建文帝的削藩过程 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薛藩之处 无论是道义还是实力 朱允文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朱高赤三兄弟 还插在手中 完全可以用王道拿捏朱棣 可他偏偏要用霸道 结果自己又能力不足 对李景龙这种 打了大败仗的将军 不加以处罚 给好不容易历练出来的将领 下达什么 务实负杀舒复明的旨意 严重挫败了明军的战斗意志 使得燕王朱棣 能凭着北平 永平 宝定 区区三府 霍乱三年就举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又一通瞎指挥 败光了朱元璋 给他留下的所有资本 历史皆为过往 现在的已经成为过去 未来的才是现在 我是老驴 下期再会